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号大叔为您带来的刀塔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2020年ESR1线上赛的比赛 那洛杉矶线上赛欧洲独联体赛区的胜者组决赛 由OG对战VP的比赛 这是双方BO3第一场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阵容 VP这场比赛掏出来的是 火猫 土猫 光法和蝙蝠 那么现在这个阵容差一个中单位或者差一个大哥位 近期从VP的比赛来看的话 火猫应该是能万打得多一些 也就是说现在还差一个LTW的一号位 OG这场比赛的这个阵容又是比较妖的一个阵容 先知帕格纳加上赏金神牛 这个阵容其实有一点点伪全球的味道 有一点点伪全球的味道 最后一首不知道会不会考虑去哪一首幽鬼之类的英雄 他们自己在最后一首是搬掉了一个飞机 现在在这个大哥位的位置上来说的话 两边能够选的英雄还是非常多的 因为一边只搬掉了一个大哥位 然后也都没有来得及选 感谢油管新的狗头会员大佬 欢迎加入狗头大军 这个黄大佬的新会员 那么大 谢谢大佬 这能说一件新版本的影响吧 新版本节奏变慢 这个大哥的就是整个的游戏节奏 会比之前稍微慢一些 然后翻盘会变得比以前更加困难 我严重怀疑过一段时间 点金手这个道具可能会出场 但是由于现在7.26的新版本 它对于英雄和道具的改变 还完全没有出来 作为一个大的版本号的改变 它这个更新的速度 说实话这个7.25到7.26的速度 更新速度之快 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我总感觉7.25还没有更新几个版本 大家要知道这个7.25的这个版本 实际上它只更新到了C 只更新到了C 然后7.24呢只更新到了B 然后7.23它是一直更新到F的 然后7.22它甚至更新到了H 但是7.24只更新到B 7.25只更新到C 然后就更新了7.26 这个更新速度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最后一手VP这边拿出来一个DP 那这样的话是1号为红毛 但搬掉了一个玉米蜘蛛 翻掉了玉米蜘蛛 然后再拿出一个DP 最后一手VP这掏出来的是一个卡尔 那卡尔应该是交给苏梅奥去打了 这样的话两边就是比着看谁中期凶呗 因为现在整体刷钱的速度变慢 所以如果是拿大盒出来打的话 就要队友帮你撑的时间就变得更长了 赏金猎人这个爪子还是挺好看的 你别说 这个赏金猎人爪子真的挺好看的 同志们 这个爪子是什么的爪子呀 这新出的吗 好像是不怎么出场 没有明示的意思啊 我遇见就是特别喜欢的这个饰品呢 我一般情况下会多多的关注一下它 多多的关注一下 然后看别人用过过眼就行了 过过眼瘾就可以了 因为我去玩的机会太少 那我玩的机会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大家这个送给我饰品的话呢 一般我都会紧着这个大家送饰品的英雄去用 那不要尽量不要让大家送的饰品浪费了 但是大家也不要这个 也不要不要经常过多的给我送饰品 这个不知道 确实不知道 就是大家一般 我个人更推荐大家直接这个折线 折线就行了 这个苏妙的中单卡尔一级加的是兵 啊 属性装出门 属性装加仙灵火的一个出门 嗯 观众说他记得 掉掉的卡尔不是很厉害 苏妙的卡尔怎么说呀 当年在卡尔这个英雄 还是一个中单很火的英雄的时候 苏妙的卡尔还是拿得出手的 只不过他也是很久很久很久 没有用过这个英雄了 这倒是真的 油管这边的观众 如果现在出现很卡的情况下 可以很卡的情况可以先暂时移步到这个 推迟那边 移出移步到老鼠台那边 因为这边 有的时候 最近这两天 他好像不是很稳 当年这里刚一上来的 先跟那边寄个钱 借完钱以后过来 跟自己的队友一块 拉一个钱烧站出来 下落的钱烧站 则是被这个土猫和 蝙蝠两个人拉走 那OG这场比赛的阵容 是给打了一个一号位的火猫 然后对方呢 是三三的先知 加上 赛的一个赏金猎人 那交给四号位 萨克萨是拿出了一个帕格纳 话说昨天的这个帕格纳打的确实是好 苏妙打冰雷比较多 大叔 苏妙这个 巴尔这个东西 他其实现在 不是说苏妙打冰雷比较多 而是现在基本上只能打冰雷卡 这个没有办法 这是版本的问题 如果现在这个版本打火卡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个火卡只有一个技能 出A仗之前只有一个天火 出A仗以后 只有一个这个鬼天灭地 其他的技能用起来都特别的卡手 很不舒服 而且他不像当年 当年卡尔在打火卡 很火的那个年代 是因为当时可以在这个卡尔比较早的时候呢 直接利用双火人 这个火和了冰各四级以后 然后双火人快速的去刷钱 配合一个点金手之类的东西 但是自从整个的游戏节奏变得越来越快 加上卡尔没有了这个 9级双火人这个东西以后 那么卡尔这英雄就逐渐地淡出视野了 极其偶尔有那么极个别的选手 有一手冰雷卡的绝火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少 而且真的不具有什么这个通用性 真的不具有什么通用性 那我没打过火卡 我记得 在卡尔这个英雄最火的那个年代 都是打火卡 所有的中单都是火卡 没有冰雷卡 冰雷卡 冰雷卡 冰火卡 火雷卡 火雷卡是这个卡尔这个英雄在刚刚诞生的时候 有火雷卡 那个时候的火雷卡的输出手段是利用这个 灵灯瞬节来在前期快速的进行一个补刀发育 然后利用火球来作为主输出 但是那个时候是因为大家对于卡尔这个英雄的技能应该怎么躲 还不是很熟悉的 不是很熟练 甚至你经常在游戏的过程当中会发现有那种 就是追着你火球跑的人 经常会追上这种人 所以那个时候的火雷卡是有用的 但是后来大家都知道这个英雄的技能怎么躲了以后 火雷卡就没法使了 再加上当时有一个版本把灵灯瞬节这个技能的蓝耗 直接从50提高到了100 导致卡尔的英雄前期完全不可能依靠灵灯瞬节来进行一个补刀对象 所以当时这个火雷卡逐渐就淡出大家的视野 然后开发出来了什么这个冰火卡啊 什么这个冰雷卡啊等等这些东西 它是一个时代和版本的改变导致的 火雷卡没法续航吧 火雷卡这个东西当年早期的火雷卡是在前期兑现利用灵灯瞬节来兑现 然后靠着这个运补给 靠着运补给去打比赛 但是那个太早了 那个年代确实太早了 这个拿出来单独去说它的这个价值不是太大 罗斯鲁圣这样比赛呢还是蝙蝠 这里是下路勾两波兵 然后开始叠油 大概要叠到两到三层油 然后这个时候开始开火 那么神牛过来应该是想要反补一下远程兵 不过苏斯鲁圣如果一直带这波兵就是一直跑的话 这个神牛没有什么太好反补的一个机会的 要烧光了 这不是来不及反补 来不及反补全部烧光 还差一个还差一个 A死得漂亮 这样的话等于蝙蝠是完美的吃掉了两波兵线 然后回到先上以后如果愿意的话 可以再拉一波 因为现在剩余的蓝量的话呢 还是够它再去清掉两波兵的 在前期这个兑现赏金猎人的这个反补数 反补有点过分了吧 赏金猎人14个反补 这个萨克萨躲掉对方的一个滚以后呢 直接选择一张TP 回到上路的这个一塔接着兑现 那中路DP跟卡尔的补刀呢 目前是差不太多的 卡尔这个英雄现在由于 他跟以前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 哦对了 还有一个就是卡尔这个英雄的 在版本当中不断的去发生变化 也是跟他的属性有关系 之前他的这个成长很低 他把所有的成长都是折进了 他的这个法球里边 你加不同的法球会加不同的属性 然后把这个去掉以后呢 卡尔等于把属性就回归到了 他的成长当中 所以卡尔的英雄 你看似他一级的时候 这个攻击力很低 但是由于他的智力成长 是高达4.6 4.6的智力成长 所以升两级以后 他跟一般的中单英雄 这个攻击力也就差不多了 如果有的话 再配合上火球 所以卡尔的英雄 前期完全去靠这个平A补刀的话 问题不是太大 再加上现在普遍都会习惯多出两个挂件 那么这个攻击力是不会太低的 跟对方的这个对线 单纯论补刀的话 卡尔的英雄 现在并不是一个特别容易吃亏的英雄 他说火猫被爆了补刀 火猫这个点 他在前期跟赏金去拼补刀的话 有一点难受 有一点难受 因为这个赏金是一个 主加忍术的一个赏金 这个你去跟他拼补刀的话 他没事的过来偷你点钱 没事的偷你点钱 这个对于火猫来说挺头疼的这个事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赏金这个英雄 他的前期体格太好了 你看他这波扛了多少输出 三个人给了一万个技能 一万个多个平A 然后他顶着对面的这个技能 还反杀了一个 这边能烧死吗烧不死 你还烧不死 把对面上路这哥撒犬弄死了 感谢Zoon's大佬的打赏 谢谢大佬 这是Remote吧 RemoteZoon's大佬的打赏 谢谢大佬 大叔记得定期犒劳自己 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大佬 谢谢大佬 赏金猎人这个英雄 拥有这个全游戏最出色的初始属性之一 能够跟赏金猎人去拼一下这个初始属性的 就是在考虑攻防血 这三个属性 全方位去考虑进去的话 能看他比的英雄没几个 而且赏金猎人这个英雄 他的成长很水桶 2.5的力量 2.6的免 2.0的智力 中落这关过来强杀一波对方的DP 但是没杀掉这个地方 被弄瓦1v3了 这还差一点点把这个上路无解肥的一个赏金猎人给反杀了 有点厉害 下路Ruston这里是击杀到了3-3的先知 那么人头说目前暂时是3-1 OG边领先着2000加的一个团队经济 主要是对线期的优势太大了 赏金猎人在上路的这个正反补 把对面火猫给爆到了现在全场倒数第四的一个经济 赏金的抬手全游戏最烂 赏金的抬手作为近战英雄来说的话 他确实抬手不是很舒服 但是呢 赏金猎人这个英雄有一个 有一个很强的点 就是在于他前期并不需要太多的 这个S自己的攻击动作 就是在不考虑 我需要去停手的这个基础之上 那么攻击动作对我的影响是没有多大 刚才中路那波没有能够击杀掉对方的DP 主要还是因为苏妙的那个吹风吹得比较尴尬 因为吹风吹起来以后 等于自己的队友没有办法进行后续的伤害 然后呢 对方的吸血的回忆血是会持续生效的 这赏金会不会出A仗 不好说 因为三号位赏金的话 有两个思路 一个是利用自己的A仗 然后加上这个飞标 标记来搞事情 还有一个思路呢 就是当做一个物理输出点 这场比赛他们的阵容 目前来看的话 没有一个特别理想的物理输出点 所以保留他作为物理输出的可能性 这里看一下神牛 回头给上一个板 这个地方再给一个封拳 可以直接杀吗 哎呦 这个地方直接洗死了呀 神龙万这直接给洗死了 白牛退出了流天室 白牛那个英雄呢 抬手真的是 说实话 白牛那个抬手 真的是近战英雄的耻辱 抬手的时间又长 然后攻击 攻击的这个 就是生效判定还特别诡异 他的攻击生效判定 有的时候是在这个攻击动作完成前 有的时候是在攻击动作完成后 反正就没有准的 没有说正好在这个攻击动作 这个时间点上的 这边卡尔要抢怪 那次这个一个吹猫磁爆 然后呢 红猫赶紧奔走 但是这边野怪是被对方抢了不少 野怪全被抢了 让他DP 这里又是吸血 加上这里 SAM过来给上了一个标记到土豪身上 然后他非常可爱的选择了一张TP 哈哈 SAM这波操作我有点没看懂啊 就给完标记以后 你要么就溜 要么就远距离给上一个标记 然后就不要打了 给了一个标记上去A了一下 然后原地TP 这G20还200呀 这波 这里神牛也是被对方的DP开始来说 直接追死 现在DP一个英雄 讲道理 现在DP这个英雄只要会用 他真的不讲道理 强子太离谱了 吸着血就加速 开大还加速 然后关键吸血还给对面减速 给对面减速加给自己加速 然后这个英雄刚正面的 有没有几个英雄能刚得过的 太凶了 黑贤抬手记得很坑 黑贤那个抬手确实很坑 但是至少黑贤他的这个 就是他的攻击生效 跟他的攻击动作是在一个点上的 白牛的那个攻击动作 跟他的攻击伤害产生 不在一个时间点上 哎 哎 赶了一把铲子 赛不过来给了对方一个标记 当今那张比赛 从他的刚才快速购买栏里面 放的是这个BKB来看的话 打算所走的是一个物理输出路线 看卡尔在中落 这里给上一个磁暴 吉老王给上 对方这块是谁 虚无了一下 这个虚无给的 反正给不给都差不多 这波说实话 这个虚无给了 和不给 都不会能够 都都没有机会击杀对方 当当这里土猫滚过来 一条石头踢上去 DP给上吸血 一个风拳 躲一下对方的吹风 神灸这个板并没有能够隔住 对方的人 火猫直接崩回去 蝙蝠则是把对方 帕哥纳先拉回来 土猫这里给一个大招 一个大招把所有人都吓跑了 DP过来 给上一个吸血 然后再追着这个苏妙一顿锤 另外一侧队友又是追上了 对方的神牛 让了卡尔 神牛 帕哥纳 三个人双双 不是双双 这三哥仨一起别带走 人都说来到8比3 VP已经把前期的一个烈士 全部都打回来了 DP来到全场精一第一 蝙蝠超过了对方的 赏尼猎人 来到全场第三位 火猫也已经是 反超了对方 苏妙奥的卡尔 这场比赛就看 33的先知 什么时候站出来了 蝙蝠手里边 已经是拿到了自己的飞鞋 加上鞋垫 还有一个金晶片 这个东西对于蝙蝠来说是神器 电棍的攻击时间点才奇怪 电棍的攻击时间点 在这个DOTA2当中 已经舒服特别多了 DOTA1的时候的 这个电棍 那个攻击弹道才神奇 它是有一个攻击弹道的 但是DOTA1的这个电棍吧 它那个攻击弹道 是怎么出现的呢 它在攻击的人的时候 不像DOTA2是甩过去 一个电的这个鞭子一样的东西 它是直接跟这个对象中间 产生一个 产生一个电流 就是跟火枪 那个是瞬间出现一个电流 但是呢 在这个电流中间 你会看到有一个 很细微的一个弹道 因为它这个攻击弹道的 一个特效的问题 它会跟那个电流融为一体 但是实际上 它是从中间流过去一个弹道 然后那个弹道的速度也特别诡异 DOTA2的这个电棍 实际上如果大家玩过DOTA1的话 会感觉DOTA2的电棍的那个伤害 真的已经舒服很多了 DOTA1的电棍跟火枪差不多吧 不是 它跟火枪真的不一样 它的那个弹道特别神奇 这边Sub的这个赏金 要是被给上沉默 然后呢 临死之间给了一个标记 给了一个标记 但是现在赏金猎人这个点呢 已经是没什么用了 完全没有发挥出来 自己应该有的一个效果 身上的基础装做了一大堆 项尾鞋双腹腕 鞋垫 加上一个大魔棒 还有一个加护甲的指环 白白浪费了自己前期的无解肥 经济已经是被对方火猫实现了反潮 目前几方经济唯一能看的 就只有一个先知 看下这位土猫滚过来 撞到了卡尔 卡尔这波给上了一些沉默 那也跑不掉 最后人都是诺万拿到 神球这里交大 加上帕格纳的一顿输出 这个帕格纳的这个气血 自己突然间给取消了一下 虎猫滚过来以后 一个大招 一脚石头踢上去 然后对方这里再给上 他一个回蓝捡CD 然后再加上一个沉默拉回来 想滚走的时候被对方追上来 有击杀掉了 那么这样啊 土猫这波是没有能够活下来 被对方完成了一个击杀 赏金这里给上两个标记 然后扔出一个飞标来 这眼还被反了 你看这一个眼多少钱 对吧 159块钱一个眼 单单杀了对面一个土猫 给了182 DP杀了一个先知 杀了对面中单的这个卡 给了199 然后火猫反了个眼 159 眼 问号 问号 刚才好像给小牛输血了 是吗 好吧 可能我没反应过来 怕他俩给牛输血了 那时候以前不都说 先知泡沫经济吗 对啊 以前是啊 但是现在这个先知 现在的版本节奏是 先知的这个经济 还没开始泡沫 还没有开始进入到泡沫的时候 比赛就结束了呀 这土猫要不要来一脚球 来一脚球 一脚石头踢过去 火猫崩溢过来捆住 这里赛布又直接被带走 甚至在临死之前 都没有来得及 去放出来一个标记 标记都没干上 就被电话带走了 先知现在不也是领先 对面一个大件正面打不了 你说的那个是在双方大件 都很多的情况下 在大件还不够多的情况下 他这能打得了的 你说的那个是可能双方都已经 两个大件 甚至三个大件的情况下 他还是没有优势 但是在只有一个大件 或者两个大件的时候 他还是有优势的 因为这个英雄的成长 真的太高了 成长太高 他的这个成长 已经不是高的问题了 他成长已经是有点过分了 他光靠成长 就可以比别人多一个大件 卡尔的经济目前4800块 赏金4700 VP这边领先着不到1000的经济 团队经济领先的不多 主要是因为酱油比较穷 VP这边毕竟是这个 穷的连扔裤衩型 卖裤衩型的酱油 那土猫滚过来 留住神牛 拉回一个沉默来 拉回沉默以后 再加上DP的沉默 这个神牛用不出来技能的话 就很尴尬了 但是他这里又是开启了 自己的书鞋的本质工作 真知传过来以后呢 给上一个筐 留住对方的土猫 不过土猫这边有一个滚 队友开了一个雾 看来看是啥意思 雾是啥意思 但是赏金的装备呢 还是准备去出PKB 加上暗灭 这种出法 而我觉得不如出 不如出一张快乐 NOTEL这个地方 最后还是在下路 这里又是被对方 给抓死了 没跑掉 火猫这边 一个估计权打出来 然后一个捆 直接传走 这样的话 打出来一个装备 网 鱼网 但是火猫这边 走了以后呢 是选择跟自己的队友 回头过来抓人了 他跟边不是身上 都是挂着标记的 土猫这个滚的滚中 对对方一个吹风 接磁爆 土猫这边选择 在自己蓝被炸空之前 把技能全部放出来 一臂 开着大招 开着吸血 这个地方先不抓三三 先不抓对方的三三 先转头过来 把这个卡尔带走 然后呢 这个DP是一直在追着 Saxe的这个 古法在追 最后没有追死 对方虚无了自己 以后直接TP成功 这样三三 已经完成了一波双杀 赏金猎人 目前已经把自己的蓝 都用光了 不停用标记 都已经把自己的蓝 都用光了 这刚才DP 打出来一个精华指环 好东西 这个东西是好东西 对于DP来说 先知在这拨双杀完了以后 经济现在反超到了 全场第一 DP这个Saxe这边 又是给自己的队友 输一波蓝 现在的辅助为帕格纳 其实是很好用的 他在战场当中 可以给自己的队友 去输血 然后呢 脱离战斗以后 可以给自己的队友 去输血 然后输满了以后 可以给他一会输蓝 输完了以后 没有自己没血没蓝了 可以直接去找个野怪 去吸就完事了 因为现在吸血 这个技能cd很短 这波火猫的这个位置 先知应该是不会传过来了吧 先知这波传过来的话 感觉不是很好打 蝙蝠已经落位了 看一下赏金 这块技能给上 卡尔地一个吹风 接磁爆 光把一个球 火猫 这个地方一个魂 两个人全撞 nice 比如这对方这哥俩 先把赏金带走是对的 然后再留一个卡尔 卡尔这个地方 最后是维尔斯鲁圣的 一个燃烧瓶 直接烫死 那么这样 先知这波因为没有过来 那过来没有什么太大的意 所以又是被对方白白抓死了两个人 然后开始过去抢服 20分钟的一波四伏啊 这个好像是VP 真的是要拿四伏的意思 上路河道的神父 现在目前没有人去控 这样神牛可以回来捡一个 还行 还行 这边是拿到了一个神父 没有让对方控四伏 火猫这里控到了一发双倍 现在人头数16比6 超了10个人头2000经济 大哥位的经济现在领先的比较明显 但是酱油位现在落后比较多 VP几时这么强烈 VP最近已经强了挺长时间的了 就是在这个No One的状态回暖以后 他们其实已经强了挺长一段时间的了 神牛跳大第一波漂亮 开悟跳大 直接秒DP 能不能秒掉 这边精华指环 但是没有来得及给吸血 就把自己吹起来了 卡尔这接一发吹风 落地以后DP吸血 一个镖弹死了 漂亮 这里又回来弹死对方一个土猫 完成了一波双杀 这波双杀完了以后 火猫还想再找机会 因为土猫已经把对方所有的人的血都烧得比较低了 但是这波打完以后并没有往上追杀的一个机会 对方这两个人直接选择回家补给 正面还留下了一个卡尔 一个赏金跟一个帕格纳 帕格纳可以自己的队友当奶妈 先知则是先替回家 然后留一个传送 这个传送看正面好像打不起来 省了去上路刷钱了 还在琢磨 连续的取消自己的这个传送 然后再看观察场上的一个形势 终结了一个如同神一般的杀戮 现在才给了575块钱 这个版本改的真的 有块光法 光法的这个球我去直接被秒了 这个地方光法 带着标记也被对方直接秒掉以后呢 颠覆过来拉吗 这个地方他选择把拉留给了对方的先知 很聪明 留到先知以后呢 先知这时候开启刃 有1v3的一个意思 db这个地方开着大招 看见神牛定住 nice 33的这个地方最后是被对方的火包 一个魂撞死 神牛这里给上一个板 卡尔给一个技能 不过 给了一个平A 但是没有技能了 这边吹风 没有中 火猫这个地方再接着顺着你这个技能走一走 由于知道是冰雷卡 没有足够高等级的一个天火 应该是炸不死 这里卡尔也是没有去切这个天火 实际上 这两波OG打的还是很漂亮的 而且先知刚才的这个开刃甲 原地站定1v3的这个动作 确实是显示出来 这个英雄在成长方面的一个优势 人家说成长是真的高 哎 这个火猫 这个刀 明显是塔先打中了以后 在一个无影拳收掉的一刀 非要自己抢一下 结果没补着 我不说 让光法也没补着 刚才说 SAB手动打了一句中文 没有啊 没有手动打中文 发了语音 没有手动打中文 中国这一波 哦神灸这里 这一波打的感觉不是很好 这波打的感觉不是很好 DP直接吸着两个人的血 往上追 土猫过来滚中对方的先知 卡尔赶紧给上一个吹风词暴 掩护一下 这一土猫被反杀 这个土猫被反杀 好像有点小尴尬呀 DP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DP就没有大 我把这个球给上去以后 火猫 看看一下 一个魂封上去 再给一个无用拳 这里萨克萨又是给自己的队友 瘋狂吹血 三三的先知被带走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输出了 已经没有输出点了 火猫这个地方在往前追 卡尔被吹风吹起来 然后落地直接给人一沉默 神灸这里给一个板 稍微掩护一下 最后人头是被火猫收掉 那另外一侧 神灸选择在树林里面 一张TP直接开溜 这波团战 火猫这里还是在往前带线 那么双方的人头数来到22比12 这波先知的节奏被断的话 给了300块钱到DP身上 而且刚才这波团战 是在DP没有大的情况下打赢的 DP可以利用这个大招 来推一下塔 或者打个盾 但是从他们的站位来看 好像没有要打盾的意思 这波团战开团的位置 其实对OG来说 就已经不是很好了 他们还是硬着头皮 把这个团给接了 理智一点的话 应该直接撤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在这个赏金 已经把BKB提前开了的情况下 仍然选择 是要回头去硬接这个团 击杀掉的对方只有一个土猫 而对方其他的关键技能都没有交 这个时候去强行接团摊 这个阵容 强度不够 真的是强度不够 那这叫蝙蝠 这边蝙蝠拉住对方一个非常讨厌的帕格纳 这个帕格纳被拉过一个沉默 没有让他放出技能 直接带走 土猫这样比赛 也是选择去出了一个死灵树 很有意思 这个死灵树出来的价值 土猫出了死灵树 我想想啊 我想想这个死灵树的作用 这边直接是赏金背对方几个人带走 刚刚里边嗓子有点痒 挂了一下脉 咳嗽了一下 没有敌 及时出话 死灵树繁衍 你要出到三级死灵树 三级死灵树够他买 够他买十场比赛的粉了 够他这一场比赛 从头买到尾 把这个全程保持真言 买断货的情况下 都够了 他没有任何必要 去买一个三级输反营 三级输还反营 仅限于那些 就是本身就出三级输的英雄 这边Nothel也是 知道自己跑不了 原地站进不动 驱散也要三级输啊 这场比赛到目前来看的话 他是没有奔着 三级输出的 这个欲望的 一级输没有这些东西 既不能反营 也不能驱散 那这一苦猫 拉回来一个沉默 自己直接被对方的先知 框住以后 Ace DP这里开始大招 但是对方呢 先知开启了刃甲 由于DPPKP开启来 对方先知的刃甲 已经没有了 通常推一下 开始吸血 三三这也开启DKP 开始跟这个DP硬刚 这个DP选择 还是一边跑 一边跑 一边去找对方 其他的人 哎 这地方沉默给上 但是感觉很危险 对方火猫捆了一下 漂亮 这波靠着火猫的一个捆 让对方两个人全都摸不到他 强行完成了一波双杀 两个大哥一个人 各收掉对方一个英雄 那这波DP是活下来了 团队经济差方面 现在VP还是只领先了一点点 但是主要的这个差距 真的是在酱油身上啊 VP的大哥位 还是优势挺明显的 对方只有一个 无解肥的先知 现在精进全场第一 别问 问就是回篮 反正我现在是想 不太出来 他出这个死灵书的目的 往后看看吧 接着往后看一看吧 看下这里 这个先知 飞过来以后 神牛直接交大 然后呢火猫无影拳 看下队友支援过来以后 能传走吗 往回撤一下 卡尔的技能已经用光了 那卡尔这波传战 已经没有用了 赏金过来 给上一个标记 另外一侧 土猫留住了神牛 给上一个石头 拉上一个大招 沉没给上以后 赏金这个位置很凶 直接带走了一个蝙蝠 另外一侧能跳 被对方的土猫单杀 两边各交掉了 一个酱油盖 火猫这里 再给上一个TC 土猫滚过来 两个人蝙蝠跳拉 拉住卡尔 对方给了一个虚无 但是这个虚无 是直接让对方 把技能全都打在他身上 三个仔又是跑到后排 过来给三三输血 但是风筝 把他吹起来以后呢 三三这波先知被带走 这波打完了以后 OG的正面团 就开始要越来越难接了 节奏已经空了 节奏已经断了好几波了 想要靠着无解肥的先知 把这个比赛给hold住 难度现在越来越大了 赏金猎人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装备 走的是相位BKB 然后准备出双刀 但实际上正面战场 他上不去 他还是只能去偷对方的酱油 火猫这个一个TC 直接留住 卡尔 这里又是被对方给上了一个 沉默 然后先知 死亡先知再过来以后 把他吹一下 打断他的输血 转身 神牛这一个板板到了对方剩余一点点的这个BKB时间上 再撞一个魂 带走 然后火猫已经如同神一般 完成了一波双杀 这里再一个TC 留住对方的赏金 高台上上而有一个真眼 方法过来给队友去加一个蓝 减CD 赏金这些直接被带走 然后边不路过以后 提供一个视野 再把你这眼排了 过来以后再把你家里边的野区 假眼给你排了 一个假眼224 真的快比一个英雄值钱了呀 那NOTEL这波呢 是在逃跑的过程当中 还同时被对方几个人打赏了一波 VP这边人还是骚气 还是骚气 打了对方一波五人团灭 NOTEL也是强行出来送一波五人团灭 刚直接上中路的高地 把这个中路的高地打给他拆了 大家说的A仗流赏金 大家说的A仗赏金流可以火一把 赏金如果出了A仗的话 就这场比赛而言 感觉会至少不会比这个出BKB的效果差 因为这样比赛这个BKB其实没有效果 上来拖了个钱 然后呢就只能往回走了 你看 只能往回走了 还不如多标几几个人 然后扔黑标拖钱玩 那还快乐一点 输队把OG是故意试阵容吗 到胜者组决赛 我不认为他们是试阵容 我觉得他们就是觉得这样打能赢 或者是他们可能就想用这些英雄 其实现在VP这支战队是真的很强 大家不要觉得OG输了就是他们在试阵容 你们难道没有考虑过 他们就是真的就打不过这支VP吗 反正我觉得这届比赛就从目前的表现来看的话 夺冠最有可能的就是VP 刚才在这也不是我这场比赛麻后跑 刚才在上一轮比赛都有观众问过这个问题 当时就说了 我觉得VP应该是夺冠希望最大的 我觉得按照他们的比赛的这个节奏 跟OG相比的话 他们比游戏要强 这边三三的先知直接被带走 那土猫再往前滚一下 没有中 那滚得稍微有点远 这边再往前留人 火猫过来一个TC 对方是大鞋 给自己哪一手 看一下光法 这里一个球给上来 再加上一个风杖 留中 三三这包最终还是被带走了 那云头是Restlusion蝙蝠拿到了 蝙蝠现在是超神的蝙蝠啊 Restlusion将米特拿个蝙蝠超神了 今天这个油管里边特别卡的话 是油管的毒气的问题 大家可以移步 国外的观众可以移步到Twitch里边看 好吧 这边不是我的问题 因为我同时推的Twitch那边不卡 然后国内这边也不卡 这些土猫滚中 再给人一个大招 这样的话赏金猎人已经没有BKB了 只能是平A一下对方 多一点钱 最后这个人头呢 是被土猫大招烧死了 这出为啥现在一个假眼这么多钱 不是新版本刚减少了金钱收益吗 你这新版本的讲解 是新版本的更新日誌 压根没看吧你这个 光是听人家说了一句 自己压根没看吧 新版本的影响的收益是 补刀打野 击杀对方的英雄和拆塔 这些给的钱减少了 其他的钱 并没有减少 这些土猫滚过来 砸中了三三 不过好像也没有其他的队友过来给输出 DP跟逛法离的比较远 对方这个人有四个人都支援捞捞下路 然后连杀的 这个连杀 就终结敌方连杀的金钱奖励 是直接砍掉了50% 这个影响比较大 这个蝙蝠跳过来 拉住 神牛的一个板 板住 神牛再过来给上一个跳大 这个强行去救一克卡尔 但是蝙蝠有BKB啊 这边蝙蝠上身上有宝石 我们也记错的话 跳刀BKB 飞鞋推推宝石 用力生物装备是一个苹果 现在土猫身上的死灵书果然是升到了三级 那如果是三级书的话 这个作用就还是有一些的 BP这块给上吸血 开始BKB 但是先知这A人还是挺长的 帮我把一个球盯住两个 BP这个时候看看转身 又是被给上了一个吸血 不过这个吸血并不能够打到多少伤害 你再虚无一下给上一个爆 BP也开始吸对方的人 这吸的对方的人 对方又开启了一个BKB 通常吹上自己 吃一个净化纸活 净化纸活吃出来以后 三三开着BKB 刃甲强行要A掉这个B BP这里队友还在救 BP这个位置给上对方一个沉默 火猫崩回来 弄暗这个位置靠着这个吸血 就是不死 蝙蝠也跳过来一个拉 拉住对方 Saxx的帕格纳也被带走 还只剩下一个先知 KGG了 先知飞过来以后 还想杀弄暗 还是杀不掉 只剩下一个先知了 先知这个地方被吹起来 吹起来以后四个人围剿 一轮合击直接带走 Nice 五人吞灭 火猫超神 一波疯狂杀戮 火猫一波疯狂杀戮啊 DP这个强袭BKB 疯狂金花指环 这套东西 那这个强袭出的太厉害了 让DP直接开大 带队上高 两个队友其实离战长还是比较远的 但是因为对方主要的物理输出点现在不在 把对方上路高低高破 然后中路剩余率的远程兵营给他打掉 所以给上吸血 队友给上一个虚无 神经给一个板 然后再开始给他输血 中道打断你的输血 不过这波DP大招到时间了 火猫现在山上人一仗雷锤BKB 加上一个复活盾 过来继续去拆对方第三路 队队经纪插拉开到两万三了 这个现在就是等G了 等GGG 每个GG的理由就可以等G了 这边坡直接拉回来帕格纳 让你整天救人 我先把你弄死了 我看你能救谁 这些火猫交盾 让我先带走帕格纳 帕格纳小能买活 而是路上继续超神 土猫直接滚过来以后 一脚石头踢到先知 踢到先知以后 这个地方光法的球是没有能够定住 那距离有点远 对方还是拿推推的就算了 曾经这里给上一个技能以后 火猫并没有死 开启BKB 对于是输出不够了 打着一个火猫的输出不够 看一下这一回招再给一个用拳 先知给一个框 但是没有能够框住人 而是路上的蝙蝠大招 刚才已经用过了 那么这波可以先选择理智的 往回撤一下 等对方追出来 如果对方追着来送的话 就可以找对方反打 然后OG也是强行往外追 仗着这个标记 这个三级书 这个三级书 这个三级书立功了 进化给上 再加上有反引 沉默接上以后 这种输血 疯狂的给输血 土猫被带走 火猫崩一个魂过来以后 有没有一个无影拳 一个无影拳撞过来 正好撞起对方的古把 转身再开始找三三的先知 光法一个锅 直接完成 一波双杀 灵光一闪 然后这波以后 应该是可以GG了 少年点也选到了买活 先知可以买活 卡尔可以买活 还是正面战场 现在对方DP的大招 CD还剩十几秒 这个大招一开 正面完全刚不住 火猫的状态也太好了 高神的杀戮 蝙蝠并没有被终结 神牛自己给上一个板 先知也是选择了买活 直接选择瞬移到塔下 第一时间找的是 Restuza Restuza开启了BKB 先知自己开启人家以后 被对方的土猫 给上一个滚 撞晕 然后蝙蝠给上一个拉 DP开大一轮集火 带走三三 卡尔买活以后 也是直接被秒掉 这样的话 苏妙喊了一声 我的绝招之一 队友接了一句GG 那这样比赛结束 好吧 果然是 最终 还是没有能够扛住 VP这个潮水般的进步 40分钟 今天的三场比赛 当目前为止 都是40分钟结束 好了 那么这一轮的比赛 就先给大家录到这里 我是桑花大叔 如果给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和直播的话 别忘了收藏订阅 我的频道 咱们稍事休息 一会儿给大家带来的 将是今天最后一轮比赛的BO3第二场 还是会继续给大家播VP 对着OG的比赛 咱们稍事休息 下场比赛见 摸摸哒 下场比赛的